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你觉得清了经也没什么 但是一层一层头一层头 到一天你突然贴亮了 其实根本就没啥 你就是黑暗之中在贴一下太阳光来 贴亮了一切明明亮亮了 那一刻你都觉得一切 那些概念那些今天根本 你开悟那一刻 所有的东西根本没起座 好像白学了 好像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没关系 但不这样说那个贴就亮了 但亮那一刻 跟所有的事都没关系 那就是你本来就亮了 你会觉得你本来就是那样的 只是你真的是 为什么脑子那块就转不过来 就看不到那个视像 就是那样 就不断地说 不断地说就是同你那层 就是挡住的那点东西 如果在挡住的这些东西 就撕不下来以前 你说我们全身性地把自己 布施出去 这是可能性不大的 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 他那边一起念就是我 他这个系统 你必须很透彻的错误了 你才能我才消失 那个自我就消失了 嗯 但最起码你现在走的是对的 没有从另一个方向走 就是说去学 学了很多东西 最后培养出一个大我来 你如果不开始学这么实际的界定 你一开始学很多经典 然后我让你去闭关去山里边 然后出来弘法 你现在你有很大的一个我在那 我告诉你 那个大我你看都看不见 你都觉得 哇我都快成到了 嗯 很恐怖的 很多人都修到这个程度 是 一个大我啊 无边无际的大我 甚至就像我以前见到很多的讲师啊 很多那些 哇 好大的一个自我啊 但是 他好像也在行菩萨道 也说是无我了 但是那个大我大的他自己都看不清楚 嗯 你碰都不能碰 哎一碰 马上爆炸 嗯 不允许就是那种成了那种魔王 那种不允许你 你说我就是 我的东西都是对的 他不是说他他很好的 但是他到那个大我的时候 我的东西都对的 你稍稍有些反驳我 我给你面子不只是 不给你面子 匹波那里起无完乎 你也知道 佛的智慧 不是那些东西 对 他是 他那些测误回归到本性 进了空 他是越往后越平凡这个人 越往后越平凡 越平凡 因为我越来越越越越消失了 不是有一个大我很厉害 是一个什么 我就是一个领袖 我是个什么什么 那那那就是 已经走走偏了 嗯 很恐怖的那样走 师傅 只要那样子 要很难回 那个回来真的很费劲 这个这个休息 我觉得你回来 越来越越越来越 你会很真实的做你自己 嗯 以前才是假的 对 以前你认为你很自我 你认为你 初纯就是假象 你根本所以你会 今天开心 明天不开心 后天晚上 整天在情绪里边 情绪化 对 越来越越越 当你真正做你自己 哪怕你还打到我 你已经没有那么情绪化 嗯 你很踏实 吃香蕉就吃香蕉 没香蕉就没香蕉 很踏实的坐在那儿 我今天没饭吃 饿肚子了 我摸着肚子去饿了 哎呀你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 就是饿 就是饿了嘛 也不烦恼也不忧愁 就很平静的接纳这个状态 接纳这个事实 对对 嗯 然后呢我去想想办法 我怎么样去钻鞋 再买碗饭吃 就是这样 想不到就算了 真的要懒懒的睡觉 有就很开心的吃呗 就是他 他就你真正的做了你自己 你才能接纳 所有的这些状态来你 就不会活在幻境里边 你会觉得悲哀啊 哎呀我昨天那么多饭 今天突然破产了 没饭了 你就一下子高原 一鼓整天就这样 动荡不安 情绪化嘛 嗯 因为活在境界里 活在这些彩色的光芒里 嗯 所以你就经不起失败啊 经不起得失啊 嗯 然后然后 当你真实的坐在这的时候 OK 皮育业妇 或者所有的一切都 都跟你没关系 你真实的企业的这个色身啊 你才真正的企业这个肉体啊 心灵带给你人的局限性啊 带给你的困惑 啊我是有局限性的 叶儿皮身身 我的肉体是 也是有局限性的 饿也不行 冷也不行 麻也不行 就你就认知了 嗯 你才安住在 活在自己这儿 你就活在自己这儿 每天 也是寄来吃饭 困难眠 饿了我就吃点东西 饿力了我就去睡觉 很真实的活 才开始活 以前你也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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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